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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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鍋巴老師 努力機Sam 相信大家有看到今天 這個影片的封面標題 街車之痛 對 騎街車呢是 蠻帥的也蠻舒適的喔 防曬都比較怕 所以蠻適合在這個路上逛來逛去啦 或是說 長途旅行 可是呢這個街車就有一個痛點 就是它沒有 置物空間 所以如果你騎街車的人大部分都要 背著一個背包 那像我們這樣子的這個YouTuber 常常要背著這個拍攝器材 越來越多的話 那背包就會很重就會很不舒服 那大家也有看過我以前的影片 因為長途旅行 我就借用我哥哥的 郭巴大哥的這個行李箱 也很多人詢問 其實這個呢是 日本的TANAKUS TANAKUS的 這個型號是叫做MFK250 總而言之就是個方形的行李箱 這個還是蠻好用 而且我放在我的影片裡面 很多人詢問耶 詢問度超高的喔 那這個是日本的一個行李箱品牌啦 那我自己也是有想過說自己就去買一個喔 因為那個方方的喔 放在我那個車上啊 剛好這個CB300R 它有一個問題是排氣管很高很翹 所以它那個排氣一直會噴到那個行李箱 所以後來我就上網 再去找過 可是這個網路上的行李箱喔 馬鞍包真的是各式各樣通通都有啊 這很難抉擇 所以後來我就在想說 TANAKUS 還是我使用過喔 有這個使用經驗 蠻好的 所以我就要網路上找來找去找來找去 後來找到了一個 比較斜的 然後呢 價格也比較親民一點點 這個就是 MFK263 那它有兩個顏色喔 262是純黑色 那因為我的車又有紅色 所以我就選了263 有一個紅色的 這個裝飾的條文 看起來應該是蠻不錯看的 所以呢 我就要網路找來找去 最後找到了 重慶北路上有一家叫做摩奇屋喔 那這個在網路上 我看大家評價好像也不錯 而且也有 另外一位Youtuber喔 他也是在那邊裝了 他的這個CB300R的後箱 所以啊 我就想說 早一天呢 就自己騎車去看看 因為 裝後箱啦 裝行李箱啦 不是這種馬鞍包啊 就好像買衣服一樣 你知道嗎 就像買鞋子 你人沒有到現場喔 你看網路是 有時候不太準啊 有很多的細節喔 它沒有呈現出來 所以我很怕到時候買下去 欸 傻眼了 所以呢 還是親自來一趟好了 齁 說著說著就來到了喔 這邊是重慶北路 這個 黃色的招牌 Rough and Road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摩奇屋啦 那這個拍攝都有經過店家的同意齁 進來就有看到很多的後箱 然後店還蠻大蠻明亮的 那這邊就是他的這個後座包 各種包齁 蠻多的 那也有賣我哥哥的那種TENIX的 方形的行李箱都有 但是我就想要找那個鞋的 我看網路上是有喔 那我們來看他店裡面齁 有賣了很多的東西 騎士的頭套啦 安全帽的耳機啦 車靴啊 然後呢 前面還有一些這個包包啊 用品 這邊是手套 可以說是應有盡有 然後另外一側 這邊呢 是掛了很多的 防摔衣 防摔褲 那我有注意到他的品牌啊 都不是大家常見的這個 RS太極啦 或是說這個 A星啊等等的 都是比較偏日本的品牌 像這個 Rough and Road 其實這個品牌我有用過喔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有一個關關相互的 買護膝的那個影片啦 我那個護膝用到現在 我還是覺得滿滿意的喔 那他這一邊呢 就進比較多 Rough and Road 這些產品 所以 有一個優點就是 你在這邊買的話 感覺就好像在 日本的鋪品店直接買 就比較不會跟 很多的騎士都撞山啦 哈哈 不然的話大家都太急 每個人看起來都一樣 對不對 那這邊有一個好處是 Ladies Item 有很多女性騎士的 這個 防衣服防帥褲也是滿多的 所以有在後座的人 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邊有很多的防水包 騎車出門啊 就很怕突然遇到下雨對不對 那包包如果全濕 裡面東西都濕 這個是不行的啦 那這邊是他的櫃台喔 魔旗屋 好 那大家有看到牆壁上 這邊有一些名人的合照 這個是檢廠喔 檢廠大哥 不知道有沒有人記得他 然後老闆好像還有到日本的 Ruff and Road的總公司去拜訪 還有這邊是那個 木曜寺超晚曾經出現過的 這個小靴喔 長期住在日本 他應該也是來這邊裝 這個馬鞍包 好 那我就問一下老闆有沒有 這個 MFK263的現貨 老闆說 插了一下沒有 哈哈 哇 很難過 為什麼我跑那麼遠來 結果沒有 不過呢還是有參考價值啦 後來兩個禮拜之後呢 我又再次的出發了 今天呢是要去找一家 台灣的廠商 叫做Niche 樂騎 那他們在內湖那邊 應該是總公司喔 他有提供 試裝看看的這樣的服務 所以打電話預約了之後呢 就騎上了這個 水源快速道路 那就要去內湖 來 試裝看看 其實啊 我也有詢問過摩奇屋的老闆喔 那如果我的這個車 乾脆直接裝後貨架跟後箱 他覺得怎麼樣 那老闆也很好心的 都有幫我確認過 他的這個 Shot 正牌的後貨架 還有後貨架 是可以裝在我的 2021年式的 CB300R上面的喔 裝好就是這個樣子 欸可是很特別的是啊 反而是我們老婆大人 Kellysi她不樂意了 哈哈 她覺得說 裝了那個以後呢 可能這個 會壓迫到她 坐在後座的這個空間 而且也有 這個 車行就跟我講說 裝上去以後 後面也不能放太重 一方面怕螺絲斷掉 二方面呢 又怕這個 車子的比重啊 會影響奇蹭的這個 感受 所以我甚至於想過 乾脆我為了這個後箱 我都要去換一下喔 BMW的這個小鳥 哈哈 因為它的後貨架 聽說就可以直接裝後箱欸 而且還可以裝到三箱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很理想呢 而且他們有降價喔 好像26萬9就可以買到 但是為了要裝箱子 就要換車喔 這個理由好像也有點太瞎了 哈哈 重點是車子不是箱子啊 對不對 而且我當初那麼喜歡 我的CB300R才買下來的 那不能夠這麼輕易的 就把它拋棄嘛 對不對 所以啊 我還是認真的思考 就以馬鞍包為我的這個 主要的訴求點喔 來去尋找 那現在呢 就是經過這個基隆路 地下道 要上到這個正氣橋 這邊的快速道路 要來去試試看 樂奇的馬鞍包 能不能夠 試用在我的CB300R上面 那一天呢 其實是山雨欲來豐滿了 大家有看到天氣其實都陰陰的喔 也不是很樂觀 所以我趕快去裝裝 然後就要回家 轉眼就來到內湖瑞光路 他們公司樓下了喔 那這一段呢 我是用牽的喔 人行道上面不可以騎車的喔 兩位小姐很好心的喔 把他們的 箱子 來幫忙我來做這個 安裝 那我會考慮他們的 其中一個很好的優點是 他最上面那兩條袋子喔 其實是可以放在座墊下面 那這樣子 老婆大人坐上去的時候 可能屁股的感覺 比較沒有異物感喔 那不過有一點可惜啊 這個拍照看起來的時候 覺得 他們這個裝起來 常常容易有這個 不平均的這種感覺 就是說 他的設計啊 可能還是不太適合 我的這個CV300R 那加上後座的這個角落放下來 可能會被卡到 高度是可以離排氣管高一點 這個有達到我的要求 但可惜 我是比較龜毛一點喔 哈哈哈哈 還是各個部分都要考量到啊 這個才會下手去買 那這是上面的樣子 那有點可惜啦齁 心裡面還是覺得 他的這個綁帶啦 還有一些設計還是 不夠精緻 所以呢 啊 很難過 我又要空手而回了 那我的這個CV300R 到底要裝什麼馬鞍包才可以呢 我騎這台街車 雖然帥 好騎 但是真的行李箱 是一個很大的痛點啊 哎呀 硬硬硬 兩週後呢 哎 大家看一下我的車子屁股上 怎麼好像有掛了什麼東西齁 沒錯 MFK263 我就給他忙買了啦齁 就是我沒有看過食品 我就給他買下去了 那這個摩奇屋的老闆呢 也是很給力齁 我從他的蝦皮上面訂購之後呢 可以刷卡 他也很快的 就幫我跟總公司調貨就出貨了 而且呢 價格就跟這個總監銷那邊出來的 是一模一樣的齁 沒有多賺我的錢 那這個價格的話 比起在日本的網站購買 當然還是有貴一點點齁 因為現在日幣很便宜嘛 如果15000日幣的話 換作台幣差不多是3000多塊 可是呢 在這邊4500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齁 好 這個就是安裝好的樣子 那他這個安裝的過程 跟我哥哥的那一個行李箱比較像齁 所以對我來說是比較熟悉的 我想所有的物品都是一樣齁 這個使用的感受 還有這個熟悉度是蠻重要的 加上日本的東西 是我覺得做的比較精細齁齁 他有蠻多的思考 為歧視他的需求 起早都做好了思考了 所以我覺得比較方便 因為他有這個快取功能 就是說你到了民宿之後 他可以整塊拿下來 不然的話要重新綁要重新 裝上去其實我覺得這個 上上下下也是蠻困擾的 對不對 好這就是他的這個快扣袋齁 那有蠻多的馬鞍包也有這樣子的設計 是可以這樣子按一下按一下就可以把它裝上去 或是拿下來的 那他的高度呢 因為他也算是有一點斜斜的 也不會被我的排氣管直接碰到 那他這部分是蠻滿意的 然後啊 他的這個行李箱有做一個前窄後寬的設計 所以裝上去之後呢 剛好符合你的這個車尾的造型 這個就是他們的這個K綁帶 他們的算是一種鑽力吧 拿到手的這個觸感是蠻好的齁 我覺得日本的東西真的是蠻有質感的 那裝在我的車上我覺得 還蠻一體成型的 各位覺得怎麼樣呢 那這個不是業配呢 也不是推坑喔 只是呢 我覺得有買到好東西想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他也可以用鎖扣扣上去喔 這個是蠻不錯的設計 然後呢 我的右邊呢 主要就是會裝這個雨衣 那打開來的樣子是這個樣子 那這是另外一側喔 那他還有做一個綁帶 讓你的蓋子打開的時候 不會整個垂下來 這倒是蠻貼心的 這是車頭正面的樣子喔 因為他的體積不算太大 所以也不會非常的突出 那這是正面上面的樣子 紅色的條紋蠻漂亮的 不過話說回來 這個行李箱也不是完全沒有缺點喔 畢竟呢他的價格是比我哥哥買的那一個 還要便宜了將近一半喔 我哥哥的那一個現在在網路上買一對呢 可能都要一萬出頭 一萬零多少 那我這個兩個才四千五 所以也不能要求太多 哈哈哈哈 第一個是這個行李箱的下方沒有那個塑膠粒喔 沒有辦法讓他好好的放在地上 直接就是用這個行李箱的這個 這個底面喔 摩擦這個地面 這會讓你有點心疼 那第二個呢就是它的這個表皮呢 好像就是那個塑膠的人造皮喔 我在想說這種東西久了齁 不管怎麼樣風吹日曬它最後一定會裂開 一定會一點一點的斑駁就會掉下來 那到時候這個漂亮的行李箱就會變得蠻恐怖的 我就來看看它到底能撐多久好了啦 那第三個呢就是 雖然排氣管沒有直接噴到它 可是久了以後還是會有一個溫度在喔 或許它這個底下的材質就會比較早受熱會變質 那這就不知道我們也來靜觀其變 或是有什麼變化我再跟大家報告 不過整體來說呢 我現在是非常滿意我這個行李箱的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啦 不知道大家喜歡嗎 如果你喜歡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你喜歡看很多機車美照的話 記得要加入我的IG或是臉書喔 我是鍋巴老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안녕